把已经灭绝的动物重新复活 虽然听起来很科幻 但实际上人类已经接近成功的 复活了两种巨型生物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为 在未来的十年里 我们有理由相信 人类将至少复活三十多个灭绝物种 其中就包括了像剑尺虎这样的大型猛兽 接下来就为大家盘点一下 十年内最可能被复活的物种生物 第五猛马像 是人类已知地球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 它们从出现到灭绝 仅仅用了三千年而已 2012年的4月 俄罗斯公开展出了一只 保存完整的猛马像幼体 最独特的是 这只猛马像有被原始人切割过的痕迹 虽然猛马像早已经灭绝 但是西伯利亚冰封的猛马像遗体却非常的多 这些遗体在天然冰冻的条件下 能够保持着身体弹性 甚至有科学家还吃过猛马像的肉 所以提取它们的DNA非常容易 目前生物学界已经迫不及待地 在等待第一头猛马像的诞生 第四名 带狼 这是关于它们最珍贵的一份视频资料 这种动物因身上斑纹四虎 又名塔斯玛尼亚 曾广泛分布于澳大利亚 带狼是近代体型最大的有带类食肉动物 最后一只带狼死于上个世纪的1936年 猎绝的原因毫无疑问 当然是来自于人类的大量猎杀 不过庆幸的是 科学家们已经保存了其身体组织样本 古生物学家麦克奇 已经规划用带狼的近期物种带环 去进行细胞克罗 这个项目起始于2008年 顺利的话 第一只被复活的带狼将会在2027年出生 第三斑驴 它们的叫声像青蛙 身体前半身像斑马 后半身像驴 由于斑驴肉质鲜美 且出肉量高 一直是非洲人主要猎食的对象 但幸运的是 斑驴是首个DNA被完整分析出来的灭绝动物 1984年 南非开始实行斑驴计划 在近亲斑马中找出带有它们基因的个体 接着不断进行交叉繁殖和选育 目前所培育出的物种 与真正斑驴的相似度已经达到了90% 第二名 剑齿虎 这是一种灭绝于9000年前的可怕生物 它们重达400公斤的体型 以及大气外露的一对犬齿 让人看到就不孩儿令 根据古生物学家推测 由于剑齿虎对人类造成了重大威胁 它们最终是被打美洲的古代巨人刻意消灭掉 但诡异的是 在洛杉矶拉布雷亚的利青坑里 科学家竟然找到了近2000巨剑齿虎一体 特殊的地理环境为保存完整剑齿虎标本和DNA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而想要获取完整DNA信息 其实也只是一个数据分析的时间问题 也就是说 借助其他老虎的卵细胞 复制出剑齿虎完全有可能在十年内实现 第一肚肚鸟 它们只生活在印度洋的毛里球斯岛上 它们不会飞行 封闭的岛屿生活也让它们根本不惧怕人类 在1507年第一次被人类发现后 杜杜鸟就成了岛上人类主要的食物来源 枪打狗咬 大量的杜杜鸟遭到了捕杀 就连幼鸟和蛋也不能幸免 直到1681年彻底灭绝 传言北京有一个神秘组织专门致力于复活杜杜鸟 但无奈它们的基因细胞很难找到 直到2016年一名加州大学的研究员对内卡马鸽子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写 得到了近似杜杜鸟的基因 这一发现狸杜鸟的复活又前进了人 以上就是十年内可能被复活的五种生物 至于复活恐龙 由于年代十分久远 很难找到关于它们的完整细胞 可能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和更先进的复活技术 才能让它们重现地球